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Bebe 今天做蔥燒雞肉 這個菜是淡淡肉 好香的薑蔥味 快靚靚的一個家常菜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材料有雞腿兩件 蔥綠泡 分開蔥白和蔥綠 薑片大約6至8片 雞腿要先起肉 如果想方便一點 可以買無骨的雞扒 雞骨圈了出來 可以留起來滾湯 或者做湯粉麵的湯底 雞皮我就切走不要了 喜歡的也可以一起做 將雞肉切細塊 醃雞肉有3分1茶匙糖 6分1茶匙鹽 1茶匙豉油 半湯匙粟粉 半勻 放在一邊 鑊鑊 放少許油在鑊上 下薑片和蔥白 用中大火煎香它們 半湯匙 半湯匙 煎至少許焦焦 就下雞肉 放開雞肉 蓋上中火煎1分鐘 然後反轉 第二面也是煎1分鐘 兩面都煎到金黃色 翻炒幾下 下半茶匙蠔油 轉大火炒20秒 和其餘的蔥段 如果雞大件的 就蓋一蓋蓋 轉小火煮多20秒 雞煮熟 開大火炒香 這個蔥燒雞肉就做好了 這個菜簡單又好吃 連薑蔥都很好吃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請點贊 訂閱 按小鈴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忙分享 我們的頻道出去 多謝你們的支持 和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